好 好 不好意思 这件这件格式分数呢 等一下 嗯 但是配饰也要再做得很仔细一点 好 好 接电话呀接电话 喂 你好 你录的时尚白天 嗯 好嘞 您收一下地址 好好好 好 好好好 好嘞 过几天给您快递送过去 嗯 好 再见 再见 慧珍 啊 周英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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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啊 那个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几天让大家担心了 我 我真的回来了 我真的回来了 慧珍姐 我好想你啊 好想 回来 快快快 手 手 手 周英姐 欢迎回家 谢谢 你太好了 我要进一天那大餐 谢谢你 慧珍 你回来就好 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 谢谢 谢谢你们都很想我 谢谢你们欢迎我回来 变得这么漂亮 我们可都非常想你 不知道你想我们吗 我当然想大家了 所以我一路小跑回来的 回来可没有那么轻松啊 我们正在打仗 正缺你这样的战友 跟我们一起战斗好吗 好嘞 大家一起加油 加油 加油 好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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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姐姐不在这几天你又变胖了 哈哈 我还唱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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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ảnh 宝槍 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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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这什么呀 专门为你准备的 早餐准点啊 专门为我准备的 奇怪了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出来啊 我们心有灵犀啊 真美 再来这一套了 真的是 不管过得多久 你这个人都不会变 是不是你自己吹剩下来 或者是过期的东西拿给我 吹剩下来 李奎珊 你第一天认识我 我什么时候有吹剩下来的时候 我确实是今天的 谢谢你啊 那就 会这样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好啊 好啊 那我先去吧 好 好 好 吹我 你那天都怪我 对不起 没关系的 你不用说对不起的 真的对不起 我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 真的没事 那个副主编都已经跟我讲过了 说实话我还挺佩服你的 佩服我 对啊 像一般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肯定想要推卸责任 我真的不想把这件事情 怪罪在自己头上 但是 你反而还勇敢地去告诉别人 你自己错了 勇于承担责任 所以我还挺佩服你的 而且 都已经过去了 真的没事的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还有就是 大家都是一个团队的 这样客气还挺不好意思的 那我们以后一起加油 好嘞 加油 慧珍 朱英姐 你去美工那儿把我们要的东西拿来好吗 好嘞 朱英姐 美工 把这个材料细化一下 怎么细化 那是你的事 好嘞 主编 早上好 早 我回来了 主编 你是 呃 我是那个之前从后勤部调到编辑部的实习生理会阵 什么 你的头发 我头发拉直了 我的天哪 你现在才是一名合格的小花 非常漂亮 非常灵状的风格 做得好 谢谢 护主编 护主编 老板 你有时间吗 你们 我找他有事 我找他有事 确实 那我们先走了 主编 去吧 去吧 李慧珍 欢迎回来 谢谢 谢谢主编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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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台上 风好大啊 天台上 这是什么呀 你打开看就知道了 工作证啊 你怎么把这个还给我呀 可能我前意识里就知道 这都不是你的错 早晚有一天 我会求你回来的 不过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突然改变心意吗 为了我自己 然后呢 具体原因嘛 我现在还不能说 不过 总会有一天 我一定会哭着喊着 要不要真相都告诉副主编的 好 我等那一天 李慧珍 欢迎你回来 是 朱云姐 这是你要的模特资料 真快 谢谢啊 没事 你要连结这是你要的翻译资料 谢谢你啊 没关系 陆陆姐 你要的万案整理 谢谢 没关系 没关系 林浩哥 这是你要的资料 我也有啊 对 其实是我自己擅作主张 整理了一些资料 就是听说 你最近正在整理一些度假村的旅游信息 所以我自己也整理了一份希望能够有用 太有用了 天哪 我早派上你回来了 这个好吃 谢谢林浩哥 慧珍 你下次要再赶走 我可不放过你啊 你知不知道 这段时间我没有多辛苦啊 再也不会走了 去忙吧 好嘞 你看这段东西太美了 我妈呀 好好看哦 啾啾是谁啊 好好看 我的天 啾啾是什么 你不知道啊 知名时尚设计师 现在还是特别有名的博主就是 我跟你们说啊 自从有了啾啾 我买东西就没纠结过 我就跟着他推荐的买 东西又好又便宜 就你前阵子说 我穿的特别有气质的那条裙子 就是啾啾推荐的 你这个说的我太同意了 你说咱们一天到底那么忙 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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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还有空去实体店呢 对 有了啾啾太方便了 真的你可以看看特别方便 就是 感谢一下 一品 这个特别适合你啾啾啾的 适合我 不 我适合你魔鬼身材 直接覆法 浩哥 看看啾啾啾呀 新推送 改一改你的一品 改改一品 改改一品 十分钟以后全体开会 好 等一下 那个副主编 我有件事情想要跟你说一下 单独说 做电商 对 那个 我在想 因为《尼模特》 距离最后的期限 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而且再加上我们上个月 其实销量并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 我们《尼模特》有没有可能 去跟一些电商合作 然后推出一些新的产品来 虽然一些细节上的事情 我还没有想清楚 但是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 算了我过去跟您说吧 我光讲我讲不清楚 那个 您看 现在真的有非常多 这样的电商网站 而且身边大概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全部都在使用这些网站 大家呢大概都会通过 一些知名的博主啊 还有朋友之间的相互推荐 来有目的性地去购物 我觉得这跟我们 《尼模特》提倡的 时尚 健康 还有一些引领大家 跟随朝有的 《尼模特》 这不是《尼模特》 你也发现惠真接死回来不一样 神现场 来 去那边去 你把地儿聞 这也是最近 新文在线上的一些 慕容网站 那还没意思了 她们俩在聊正事呢 我回头回去吧 再一直走吗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 都不会太去在意一些纸眉 大家可能更多的 会关注一些新媒体网络 但是我们杂志已经有电子版了 我知道 现在有很多大刊都会 比较主攻一些数字编辑这一块 但是没有一家是做电商的 所以我在想 如果 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 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呢 而且您想想 像有些读者 从《隐摩托》杂志上看到的东西 都可以在固定的网页上买到 或者说有一些东西 只能在我们的网页上买到 那不是就让我们和一些大刊 都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吗 只能在《隐摩托》买到 对 虽然我觉得这个想法 我还没有太 太 太去想过一些细节上的问题 可能执行起来会有些困难 但是 很好 这个想法很好 真的吗 我们自己推荐宣传的东西 如果能够提供购买渠道的话 对读者来说 不仅新鲜又有趣 而且还很方便 一举多得 这无疑是提高销量的最好方法 虽然在技术执行上有些困难 但是这是一个好的想法 可以尝试 我还站到我 李慧珍 看来把你找回来 真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谢谢副主编 快快快快快 不 你在干吗 他 说说吧 都说什么了 真的就只是电商的事 对啊 那你们两个人可以当着所有人面说 干吗非得都在办公室里面才都说 这不是会牵扯到废刊的事情吗 如果在大家面前说的话 那大家谁还会愿意冒着危险去做这种事情 而且其实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 我皓宇压力也挺大的 皓宇 你们有这么亲近吗 在办公室里面他就是领导 他是副主编 不是什么皓宇 笑 你该不会为了他 做那么大改变吧 有拉头发有化妆的 你以前的雀巴很可爱 怎么没了 不是为了他 该怎么说呢 好 离开公司以后 我发现我在公司那段时间和大家 完全就是隔膊不入的 哪怕就算是这样的我 领导也给了我最大的火爆 因为遇到了大家 所以 让我看到了一个大大的 和以前我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时间 我总是对自己说 做自己不好吗 做自己不行吗 做自己挺好的呀 但是我却忽略了在工作岗位上 单单只是做自己是不够的 你因为我 因为你是我朋友 所以你看不到那些我的缺点 或者说你看到了 你也不觉得那是缺点 其实 我之前之所以那么害怕被改变 是因为我内心对自己的样子 其实 还是有一点自卑的 很早之前周英姐就告诉过我 但是我没有理解 我有一个很好的自己啊 只是能够在那么多很好的自己当中 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 然后变好 变得更好 最好的 那才是最重要的不是 看来李慧珍现在有出息了 不只是想要员工证这么简单 我现在不单只是要员工证 还要为了我爸爸 你爸爸 我想要把工作做好 变得更好 然后再给我爸爸一台幸福 又帅气